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市场成为民众认知的防疫破口 但随着防疫的进步 传统市场早就成为干净 遵守防疫规范的场域 人潮也随着疫情稳定而回流 新不丁文化市场就举办秋日系列活动 从10月2号到11月7号 包含剧场、实境游戏、市集与展览 向民众揭露在地品牌的魅力 那在这段时间其实从市场也开始慢慢的回温 然后我们的场馆的作息也慢慢的回到正常 所以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10月要来推出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因为在过去就是疫情爆发之后 传统市场成为破口这件事情 也造成了一些污名跟负面的一些影响 那我们希望在重振这样的精神 让大家再回到万华 也回到新不市场 跟了解传统市场的文化 知道人情慰这件事情 其实在疫情下并没有受到打击 在这次活动里面 其实我们拉出来市集的活动 那这个市集活动其实有外部的一些品牌之外 我们其实也号召了传统市场的摊商 目前有五个摊商 他会加入这个市集 我们希望透过新旧的不同的碰撞 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火花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也跟俱乐帮来开发一个实境的游戏 那这实境的游戏希望是从这里开始让他们进到传统市场之外 还有到剥皮疗跟青草象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让他们经历一个半小时 去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 长社展中聚焦万华周遭的研究探查 城市传统市场的文化内涵 在地历史 新旧产品 环境范围都历历在目 主要是大家对于这里的空间 就是想象的都是从广州街 康定路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它是一个和平西路维和出来的一个口字型的一个接扩 那再加上它也是一个面向传统市场的 这样子的一个口字型的一个区域 对 所以我们透过一口 让大家能了解到这个万华的历史以及心腹市场 在过去这里五年的墩点的一个田野的史料 那透过生活的部分 他们在传统市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样貌 还有这里的我们过去查书出来的 就关于建筑跟文化的这样子一个史料 然后以及关于就是我们在这边做的一些 饮食教育的这样子的内容呈现给大家 周末的剧场则是讲述市场过去与现在 透过表演者创造的市场氛围 让林与角色互动 感觉就如到市场买菜般感受摊贩的热情 挖掘传统市场的有趣之处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谢谢你来参考市场 谢谢你来参考市场